我们在一起是他先喜欢上的我 在一起后本来感情应该越来越好 可现在他看不惯我的地方越来越多 我很爱他 希望能跟他结婚的 他有些缺点我很介意 但他不愿意为我改变 我已经改变够多了 他还不知足 他任性的脾气让我特别反感 他是一个很难给人安全感的人 我已经很努力地付出了 但他还是没有那么爱我 现在他什么都要管我 各种嫌弃我 要是这么不相信我 那不如就分手吧 掌声有请这对嘉宾有请 男嘉宾小五22岁来自甘肃学生 女嘉宾小杨21岁来自贵州学生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大学同学对吧 对 一个社团的是吧 对 是女生先追的男生是吧 是的 什么优点吸引了你 你主动追求他呢 一开始是在社团见他第一次嘛 因为他长得挺帅的 就比较吸引人嘛 从那一次我就其实就注意到他了 然后我就向周围的人打听他 但那时候大家都跟我说 他是那种很花心的男孩子 又要出去玩 又要喝酒 我其实是挺犹豫的 但后来在社团慢慢相处久了以后 其实我发现他人挺好的 然后就越来越喜欢他 除了他长得帅之外 你认为还有什么好的地方吸引你呢 平时我们在社团做活动这些 然后他就很会照顾女生 本来就觉得他帅嘛 然后再做一些那些小举动 我就更加的就喜欢他 可是大家不都告诉你说 他对其他的女生也这样吗 我就喜欢他 我就想让他就改变 就可以为我能改变 我觉得我可以让他改变一下 所以你是奔着 让他改变的目的开始的是吧 然后你表白了 对 是有一次社团聚会嘛 他那次喝得挺多的就躺的 然后我就过去照顾他 那次我就鼓起勇气跟他告白了 然后那次我才知道 其实他也有注意到过我 我们就从那一次 然后就在一起了 其实当时就是挺不舒服的嘛 然后就喝多 然后就躺一边了嘛 就睡着了 然后醒来就发现 身上也有衣服呀 然后还有热水什么的 就他一直在旁边 就是等着我醒来那种 当时觉得挺感动的 然后就答应了 我们知道了两个年轻人 是怎么开始的 如何相爱的 那现在的问题出在哪了呢 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 是挺好的 但是后来慢慢的 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舒服 舒服啊 对 他特别想改变我 就是那种想让我 完全按照他心里的那种 理想化方向去走 让我实在有点受不了了 那这姑娘做了些什么呢 让你觉得舒服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挺好的 那个时候社团会 比如说出席一些活动 男生也要化妆 我又不会弄这些 他就会帮助我什么的 我觉得挺贴心的 然后他后来也主动帮我 就是修修眉毛啊 敷敷面膜 然后我就觉得 哇 我就 好像有了一个 私人的美容师一样 还挺贴心的 就觉得特别好 然后后来 总在外边干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嘛 就是人也多 刚好和他合租的 那个女生搬出去了 他说要不然我也出来 和他一起合租吧 我就想了一下 就是最后也答应了 觉得两个人可能在一起 这样也方便一点 然后他也能帮我们 晚上一起敷个面膜 各式各的也特别好 慢慢的我就发现 他们在这方面 就没有那么上心了 就是什么都 你自己去弄吧 就那种 你的意思是 他放了一个诱饵 对 我就是觉得 他可能刚开始是一种 糖果炮弹那种 把我就是 让他住在一起 就更便于他管理 慢慢他就管得越来越多 真正就是生活上一些 反而就没那么关系 那我为什么 就后来就没有好好帮你弄 难道你不知道吗 为什么 他每次 叫我给他打扮得很好看 然后他就是为了出去玩 我想着 他有更多的时间 能够陪着我 但他没有 刚开始还好 我不知道他 他其实挺喜欢打游戏的 我就给他买了一台电脑 还有游戏机在家里边 你给他买的 对 我省钱 然后给他买的 我觉得他喜欢这东西 我喜欢他 我就对他好 然后买在家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在家待 慢慢的 然后他就总想着出去玩 让我给他收拾这 收拾那 所以我就很不乐意 其实也不是我老想出去玩 我本来我就是一个跑挺多的人 就爱和大家出去 哥们出去喝喝酒什么的 很正常 带着他一起去 我带过他几次 每次出去他就搅局 问在场你和我什么关系 就那种 那我大家都很尴尬 因为他以前就是那种 人家大家都说 他是那种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任的男孩子 所以我就一点也不想让他出去 然后他要出去也行 那我跟着他 你不是跟着了吗 然后他就觉得 我跟着他是扫兴 其实我这个人就 不怎么喜欢就出去玩这些 我对社交这些 其实挺恐惧的 但我愿意为了他 我就去尝试 但他却觉得我是一个麻烦 我其实不需要你 为我做这种改变 他就是每次出去之后 就拿上一次吧 就是当时世界杯嘛 我要和朋友出去 一群哥们嘛 去看球 在酒吧里喝酒 他也答应得特别好 说行 那你去吧 结果当天 我都准备出门了 他先收拾好 就堵在门口 就说非要我带他去 那我没办法 我就只能带着他 结果去 刚大家又碰第一杯酒 我转头一看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给自己倒了 一满杯的洋酒 一下就喝 我都没拦及 拦住他 他就喝了 他又不能喝酒 就进去就这样一个举动 不一会就上脸 头晕 一会就吐一地 当时在那么多人的情况下 就是我挺尴尬的 但是我也心疼他 就说要不然就送你回家 最后就球也没看成 大家也都不太愉快 我就先和他又送回去了 我跟着他完全就不想让他自己出去 因为其实和他在一起 他做的那些事就让我特别没安全感 就是上次我过生日那一次 我生日愿望就一个 我就说翻翻他的手机 生日愿望是什么 翻翻他的手机那些计划 这个为什么会是个生日愿望 因为平时我挺尊重他的 就我不会去乱翻他的东西这些 然后那一次我就想翻一翻 结果不翻还好 一翻我就翻到他和他前女友有联系 然后他前女友还要送他一个礼物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当时我也给他准备礼物了 准备得很充分 然后他都不喜欢 都不满意 然后就说 你就答应我一高九 让我看你手机 那我没办法 那你看呗 就让你看了 结果他就翻到我和我前任 就说 刚好我前任前两天找我帮了一个忙 然后就说作为打谢 送了一个小耳机而已 没有什么过多的话 然后他就不听我解释了 直接摔门就要走 就怎么拦都拦不住 还让他的闺蜜告诉我 就我们俩彻底分了 没办法了 除非我重新追他 我以前没被人甩过 真的 我和以前像都是 就他让我体会了一次被人甩 他说除非我重新追他 然后我就 重新又去追他 又从 就给他写一些情书啊 给他买吃的送啊 就从头到尾又追他 他总想让我 就待在家里束缚住我 然后不让我喝酒也就算了 我每天跟他待在家里 他也不让我抽烟 他觉得 他理想化的男朋友 就应该是一个 不喝酒不抽烟那种 完美性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 我可以为你戒烟 我说了 但是总需要一个时间吧 不能今天抽 明天就不抽了 他就不行 刚开始可能 在我的烟上 写一些那种 比较可爱的话 比如说 抽完这一根 你就变丑了 然后后来越来越过分 其实就诅咒的话 抽完这一根 你就生不了孩子了 抽完这一根 出门你就怎么怎么样了 那你还敢抽吗 就那种让我觉得 只能换美 那就没办法 我就很无奈 到后来就越来越过分 我只要一抽烟 他也跟着抽 就像那种像报复我一样 我要抽 他也跟着抽 我说你一个女生 就不要跟着学了吧 他就不行 每次把自己呛个半次 我还得去哄他 那行 我不当着你的面抽了 我只要出去碰到你 烟味都不行 就那种 比如朋友抽烟 我可能身上染了一点回来 他只要闻到 哎 不行了 就让我跟他吃那个什么 养脑 他特别爱吃那个东西 我给他说过 我小时候得过脑膜炎 然后就是 对这种 这类食物比较抗拒 他就说 因为他喜欢吃 他就想让我跟他一起吃 吃养脑怎么了 养脑那么好吃 我就爱吃啊 可是我跟你说 你陪着我吃不行吗 那既然你当着我的面抽烟 我为什么不能让你吃养脑呢 哦 这姑娘的思维是这样的 你抽烟 我吃养脑 对啊 我叫他别抽烟 他也不听 我可以容忍你 你必须也容忍我 是这意思吧 我做的那些 我都为了他好啊 他就总不能理解 而且我就很不喜欢他 他就总喜欢往外边跑 他明明是和我在谈恋爱 我觉得谈恋爱女生 就很需要男生给自己安全感 就能时时刻陪着自己 可他就很喜欢 他需要那种安全感 就是我那种 无时无刻都要围在他身边 在家里待着他 可是我总待在那个 猴子房里有什么意思 每天就咱俩大眼瞪小眼的 就那样突破吗